有片图篡改布亚照之后 邮寄信件给受害人进行勒索 今年3月到4月间 警方已经接获超过70起相关的报案 其中一名受害者被敲诈2万元 警方发文告说 不法分子利用受害者在网上公开的脸部图像 剪辑到布亚照片上 然后邮寄到受害人的工作地点 并威胁受害人联系信件当中的电邮地址 受害人同不法分子取得联系之后 对方会发出恐吓 指若不汇款 就会把照片公布到社交媒体上 其中一名50岁的受害人 就因此损失了2万元的款项 警方表示 根据初步调查 不法分子是在公开的网络上 取得受害人的照片 工作地址等信息 警方说 照片和视频剪辑技术日益精进 不法分子可能会愈发频繁地 使用经过处理的照片和视频来进行勒索 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 不要坠入片图的圈套 如果收到这类勒索信件 应该立即报警 做部队 赞 击一大部分 抚刀 加写 设设计 再多